大家好 这里是杜高斯贝电视为您呈现的专业报道 与我连线的是贝伦贝格银行的专家克里斯蒂安·舒尔斯 最近 欧洲对美国贸易自由化的担心日渐增长 贸易自由化的目的是为了鼓励更多的投资贸易 以促进更大的今年估计增长和降低失业率 但很多人对此表示反对 欧洲对此的抗议浪潮也是一波接一波 请分享一下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吧 我担心的是 这些贸易协议可能无法签署 或者将需要很长的时间 到时刺激欧元区所需要的经济增长 已经为时过晚 起草协议的争议过程之一 会引发人们担忧的方面 另一个原因是签署本协议的影响 被夸张化了 美国和欧盟地区的贸易 已经足够的开放 例如在服务业方面 就有着巨大的潜力 欧盟内部的服务业经验表现 政府建立一个新的市场有多难 这需要国家之间的巨大信任 才会允许他国进来发展 所以我个人关注的是 协议的签署将会是非常耗时 对此的期待也被扩大化了 让我们转向其他的新闻 德国最近的出口量降低了6% 这也是过去五年来的最大跌幅 无疑对俄罗斯的制裁 大大影响了德国的商业部门 但同时是否也有内因的影响呢 8月份的缩减确实是大幅的 这也发生在7月份的 显著增长基础上 这种波动与德国工厂 生产的修整有关 这个因素当然不能被认为是外围的 在查看德国前8个月的贸易数据 我们看到出口量增长达到2.8% 但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欧洲范围内的贸易一直非常活跃 尤其是欧元区与非欧元区国家之间 而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则是缓慢的 最不活跃的贸易伙伴就是俄罗斯 由于危机和制裁 对这个重要伙伴国出口下降了20%年率水平 因此目前俄罗斯是欧洲表现最弱的贸易伙伴 我们同时也知道 意大利 西班牙 挪威 比利时 波兰的相关数据 您对哪些数据关注密切 哪些数据会对市场影响最大 意大利和西班牙是这个列举中最依赖出口的国家 但这些国家中也有内部的问题 所以出口表现得相当的薄弱 西班牙明显提高了竞争力 出口得到增长 我们也希望其能够继续地保持下去 但考虑到德国的不景气 我们预计意大利和西班牙经济指标 也会稍有令人失望 比利时的出口 主要是针对德国 还有法国 因此可以看到 比利时的情况 是非常依赖于欧洲整体 挪威和波兰将不会受到特别的影响 波兰主要会看德国和俄罗斯的情况 而挪威和之前一样取决于石油价格 因此这些国家情况不一都挺有趣的 但他们的数据未必会对市场影响很大 克里斯蒂安 感谢您的意见分享 各位观众 更多世界经济的消息 敬请关注杜高斯贝电视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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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